也没关系 唱错词是很多巨型的毛病 习惯 瑕不演绎没关系 我觉得完成得很好 这就是歌者也是音乐本身的魅力 能够让音乐给大家做一个梦 这就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依纯这首歌曲 跟以往的那些流行歌不太一样 很清新 松花酿酒 这个春水煮茶写得很美好 我一直觉得依纯这个天赋太特殊了 珍惜自己的天赋 也尊重大家的厚爱 很好 她说我们的这个宋宇宁 因为我觉得她做的音乐就是校园民谣 这些年来校园民谣呈现了一个衰势 没有人再继续做了 但我一直觉得校园民谣 有它尽管有青涩青葱的这种部分 但一句那种真诚 是很多歌曲无法替代的 而且校园民谣必须要由年轻人来唱 就像宋宇宁这些 刚刚二十出头的人唱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很好 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挺好 祝贺你 选择汪峰老师这样一个极其沧桑的一个歌手的歌曲呢 是有挑战的 但我觉得她的天赋使人 放红让我看到她的家乡 遥远的新疆的这个塔城 很好 完成得很好 谢谢 更多精彩 尽在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